我们来说一下服务器端渲染 服务器端渲染这个事情呢 其实来讲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挺矫情的事情 因为原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服务器端渲染 大家一股脑子去说到SPA 其实这个技术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是 当然来讲有一个新的东西来的时候 你要去看一看 它背部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用的 而且有的时候 它确实也是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不愿意去碰老技术 都愿意去学新的 这个其实跟人的洗心研究有关 就洗心研究是人类的特点 就是人类的这个 就是一个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一说洗心研究 觉得你这个人品质有问题 但事实上我说 比如说你每天都吃同样菜 吃一个月你受得了吗 好像没人受得了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人的洗心研究 就是说你的感官刺激 你同一个东西 第一次感官很好 第二次可能就差一点 然后你一换 马上这个就舒服了 可能最舒服的状态就是 我有那么爱吃的三四个菜 然后我来和换 这个时候我就能一直保持 吃每个菜的时候都很开心 所以这个其实是人的一个问题 那底下我们来说服务端渲染 正常来讲 如果你不用react 你要就用jcory 没有服务端渲染的问题 你ht没有设计实在话 必须是先弄出来弄出来以后 然后jcory到那以后 然后开始往上挂 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服务端渲染的问题是从谁那出来的呢 是从react或者view这种东西出来的 就是从你刚开始写了一个id等于app 然后后面开始render 也就是你往上挂 这个东西有一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其实前面给大家做过这个演示 我现在再做一遍 我随便找一个 我找最早那个吧 001 cd001 好 这里面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有的吧 我看一下cd02吧 这个会不会是空的呀 果不其然 没关系 这个比较少啊 cnpm 我们install一下 这个还是浏览器那个版本的呢 我甚至推到浏览器那个版本 那wipack那就甭说了 都是这个德行 好 cd none 点 嗯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搞出来 在第一个 我们看哈 在这里面 02里面吧 对吧 应该就是这儿有个hello world了 对吧 把这个东西挂在这个东西上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当页面到来的时候 这个上挂东西了吗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runner是在什么时候运行的 这个其实你们应该想过这事 就是说刚到的html 它就长这样 这上什么都没挂 你不信呢 我给你看一看 open with live server 这个是刚才那 这个是刚才那 哎 哦 呃 因为 他缺省的是那什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缺省的变成 变成ae浏览器了 我也不想改他了 好 那现在是这样啊 这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还是来这儿看一下 怎么看他刚发过来那长什么样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因为图标啊 你刷一下就没了 你怎么看到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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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刷出来什么样 我们到这看network network这里边其实能看到 他所有的这些每一次请求 就看002 002的html 这是heather 这是response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response 这就是response 这个就是刚时这个东西刚来的时候 就是你访问002.html 他把这个东西反给你的时候刚回来的是他的样子 其实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里边没区别 你知道吗 他就是没有 也就是说后面这个hello world 这个h4 hello world 是在后面javascript运行的过程中 你看吧 现在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现挂进去的 他是在先拿到html 拿到html以后 然后在运行那段script的时候 script到 就是他是一块自动运行的程序 那个自动运行的程序 然后在启动的时候 他去找这个对应的app的位置 然后把你要runner的东西挂上去 挂到html上去 那么这底下就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底下的问题是啥呢 就是你要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爬虫 不是那个那个小院子里出一蜘蛛 那吓你一跳那爬虫 是搜索引擎上的爬虫 搜索引擎 他天天就干一件事情 就是开始对外爬网页 把那网页爬抓下来 你记住搜索引擎 那个爬虫爬下来的是那个html 如果你的html启动以后 要运行一段javascript拿上去 才能得到一个真实的道路 爬虫有没有可能抓不到里边 就是挂上去的那个东西 那么底下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爬虫里边有js安镇吗 如果他有js安镇的话 那么他爬虫的效率会不会比较慢 当然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因为这个是无论是B应360 百度谷歌 你没法知道他内部他是怎么做的 也许他做了 也许他没做 或者也许他做完了 在两个之间做一个tradeoff 就是有些时候能出来 有些时候出不来 所以事实上你面临一种风险 就是说你没有在 这个搜索引擎的环境里边 没有在爬虫底下去试过 你那个东西 你的reactive能不能跑得起来 那好第二个问题 如果他跑不起来 对你会有什么影响 他跑不起来 对你的影响就是 搜索引擎对你的锁引 是乱的 或者是权重是不够的 因为爬完里边是个空印 他凭什么给你加权重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想想你的网页 写出来以后 如果不能被搜索引擎 很好的利用 那么你写网站 你的这个网站 自然流量就很少 那你只能玩命的去做推广 你要知道在这个年代 因为我是做广告出身的 我在阿里做了五年的广告 我就告诉你流量就是钱 如果到今天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就有问题了 那么免费的流量就是大风刮来的钱 你现在用了一个reactive 啪把门一关 把大风刮来的钱全部挡在门外 别人进不来 搜索引擎 没法给你做很好的缩引 然后自然流量没了 就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一个做技术的人 我说到这你还没有感觉的话 OK那以后活该你无法晋升涨工资 因为这是你老板 就是如果你有公司 公司不大 或者基础公司大了 这是大老板或者高管 他们最头疼的一个事情 凡是管业务的 凡是管商业的 都有这个问题 他一定 不管他做小程序也好 他做一个APP也好 他做一个相应的PC 或者什么东西 他一定有推广 他一定希望更多的人用 在更多的人用的情况下 他的价值才会越高 这就是互联网公司的价值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免费的流量 其实就是靠SEO 就是靠搜索引擎 但问题是搜索引擎爬冲 拿到你的东西的时候 见到一个react 你让搜索引擎 情何以堪 你觉得百度会 让他的工程师花钱 花精力 然后爬冲爬下来以后 然后帮你把react做到完美吗 这事 是不是有点过分 所以那么在这件事情里面 而且谁有义务 把这件事情做好 也就是在SEO的时候 其实只有一个人 是要对SEO的 如果SEO的出了问题的话 他的这个结果要改动的话 要对SEO负责 就是要修SEO的bug 只有前端工程师 没过其他人帮你 所以前端工程师 就干这事了 那好 底下的问题 服务器端渲染就出来了 别人 端工程师 ready 什么 你 吃